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文章写的不错 说句心理话 是左派的媒体 叫什么Anex 他放在置顶上 他实际在探讨 实际在讲述 川普要用十亿美元 川普要用十亿美元 把整个美国共和党全都拿过来 说买过来也成 怎么样也成 我们之前跟大家解释过 川普会整合共和党 拿走共和党 然后在共和党内部呢 所有不支持他的 全都兵器掉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 而这个做法就会使得党派的利益 党派内部各派利益都将被消除 那只有让美国再伟大党派 那这个概念呢 就把会改变美国现实的历史状况 党派政治在美国将被消失 叫最大限度消失 如果民主党 而这个做法本身呢 其实是对应了 是一种被迫启动的故事 你比如说民主党 谁是民主党 所有人都会看到 被称为叫深层政府也好 称为什么大重制也好 都可以 然后你将看到 比如背后的奥巴马也好 比尔盖茨也好 克林顿也好 你会看到一两个就是倡导民主的绝对的独裁者 这是涛哥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 他们城市在先 如果他没有这种操守做法的话 他们就不会出现全球主义 不会出现我们现在看到达沃斯的论坛 这些都不会 所以那是真正的独裁者 而他的独裁没有道德的背书 是不择手段 所以这就迎合了魔鬼统治的世界 那川普在面对保守派为阵营的背景之下 保守派同样里面充满了大多的 以保守为名义的 把手放在圣经上 把宪法当成武器 从而获得自己利益的 为利势途者 这是他 这是美国社会现实面对的 那川普就成为了一个明确的 敞开的明确的 直接了当的 来展现一个人应该有的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 你可以看到 没有道德的虚假民主的框架 在被摧毁 那在各自 很多人是在被迫在利益的背书之下 而被迫接受他 其实给我感触是蛮深刻的 那这种被迫的接触 接受跟被迫的这种承载呢 他需要很现实 就是很真实很现实的这种 力度力量的做法 其实他可能原来期待在2022年 美国中期选举的时候 出现红色浪潮 那在当时呢 就拿下了共和党 拿下了共和党 然后再转变成 叫让美国再伟大的这种背景 但当时 当时的天 就是一种天象了 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通过了 这个推翻了韦德安 所以堕胎就成为了 那是在七八月份 堕胎成为了民主党自由派 就是忠欲者 贪婪的忠欲者 会自然认为对他们是一种自由的约束 女人的身体 女人自己做主 就是当这样的话公开喊出来的时候 其实在我眼睛里 就像那个四五十岁女人 看见二十岁小伙子 小鲜肉的叫法 基本上是一样 有些朋友不一定爱听啊 真的 女人的身体 女人做主 所以你比如说眼前你看到那些 有这样的 有这样干的 有这样那样干的 那不堪入目 真的不堪入目 这就是 所以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 一种生命背景 那人们不去探讨 没有能力探讨生命背景 人们就用冠冕堂皇的权利 我的权利 这是我的权利 在无尽的纵欲 所以早期就是一块烂肉 就是一块破肉 一块臭肉没什么 什么都没有 围绕这块臭肉 变成分的 玩弄自己的臭肉 这就是当代经历 对吧 那个 你现在看起来 就是非常的贴切 那文章写的非常长 但他的具体的实施呢 做法比较简单 川普委托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川普的幕僚 掌管不下十亿美元的 这个竞选资金 与美国共和党 全国委员会 他的竞选筹款合在一起 在川普强烈的这种对中之下 美国共和党 在竞选年的筹款的概念 做法 不如民主党的做法 在全国筹款的环境中 不如 这个不如的原因 跟川普现在背景 共和党曾经的内部的很多大佬 不一定支持川普 而现实的环境中就出现 你可以说 川普分裂了共和党 原来的共和党 那是没错的 他就是这样 所以在摧毁的背景之下 在这种打破党内的对手之下 重新整合 那黑力的坚持 就在阻碍着这一份整合 因为中国会有人给他 给他钱 这样的话 都在影响着整个 他的竞选的一体性 所以川普出重手 要切断 谈不上切断 他就要把整个共和党内部 在竞选年里筹款不利的背景之下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 很支持川普 那他在实际的状态之下 平衡 没有能力去平衡这个关系 使得整个的算账的筹款不够 不够 美国共和党本身也不愿意去承担 川普相应的一些法律上的费用 而去年川普的整体费用 他说五千万 今年不会低于五千万 那跟我们一开始预期的那个数额呢 其实是小了 在这么一个 在这么一个整体的环境下 这就促成了 这个时代的背景 那川普就派出他幕僚 跟这个 作为一个美国共和党的总统 指定的候选人 跟共和党的总部本身 联为一体 那其实就是要拿下 美国共和党委员会 而川普另外呢 要让他的儿媳妇 劳拉川普 担任联合主席 所以这个 如果他要担任联合主席的话 儿媳妇成为联合主席的话 那不就等于 把共和党 改姓川普了吗 这就是很有趣 那黑利已经明确反对了 但是呢 很显然 整体的趋势 是无力抗争的 所以 清剿所有反川普的共和党内部人 然后整合川普 共和党的财力 与川普的这个 这个竞选委员会 合为一体 这样 改姓 改姓川普 真的 这就是川普党 所以就 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 他里面讲了很细节的东西 我不想跟大家分享细节的东西 那个就怎么弄钱 那怎么去弄啊 这个 他写的很长 主要委托的人 就是这个老头 叫克里斯 克里斯 主宰一切 作为川普的这个代言人 那接管共和党行动 那预计在 本年度 花费十亿美元 就是 拜登 十二月份拿了一亿美元 有效的将川普的竞选活动 跟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合并 从而控制该党 那川普的高级顾问 跟 Anaxis说 川普的两名竞选的高级官员之一 这个人叫 克里斯 叫什么 克里斯 担任 同时担任全国共和党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 这样将两个实体合为一体 他在川普竞选委员会担任实职 他在全国委员会担任CEO 这样的话就合成一个 川普竞选委员会的竞选团队跟 合成一个 政党跟总统候选人控制党内机构并不罕见 但即使正式成为共和党提名之前 川普接管了 已经接管了共和党 他的影响力就太大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那这个人是海军陆战队的和长期的共和党的幕僚 是主管川普改革共和党的主管者 另外一个人叫壮 说他会用在海军陆战队的政治方法 去管理整个 就合并跟管理整个这一切 以获胜为目标 以结果为他的目标 这里面就包含着不择手段 第二透过让他的儿媳妇劳拉川普 担任该党的联合主席 合并共和党委员会跟竞选 另外一个就是北卡的共和党 被共和党主席叫迈克尔 接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 所以他这里面是两个主席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是主席 那联合主席是指川普的竞选团队 跟共和党 共和党委员会 这是叫联合主席 所以这个 就骗成他们家的 那川普的团队希望共和党委员会 比2020年的更减少被孤立 那个时候呢整个共和党内部没有 对川普来讲 2020年的时候 共和党内部支持并不大 确实不大 是川普在孤军奋战 所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带头参与共和党实地的行动 那而他将签署支出决策 就这个叫克里斯 是管钱的 他说这里面就包括 美国共和党选择哪些供应商 进行邮寄投票电视广告 就是所有支出归这个人管 那而同时呢 他要提出预算建议 跟川普的竞选团队合为议题 所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和支持共和党委员会之间 要达到十多亿的整个的支出团队 那里面提到说 竞选团队的高级官员说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不支付川普的法律账单 是共和党 是川普的竞选团队支付法律账单 但这里很显然 他们不一定相信了 因为当合并之后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他们曾经进行过相应的辩论 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去年的筹款很弱 主要是跟川普个人有关 出现了抵制的状况 所以钱是头等大事 这个叫克里斯的是监督广告支出 那主要是专注关键州跟摇摆州的营件 那里面甚至提到说 他可能集会会减少集会 集会的费用太大 每一次集会50万美元 你看到川普的每一次集会 是50万美元 所以这些呢都是他们具体的 我只跟大家分享说 川普行动 透过超过10亿美元 跟他的儿媳妇 把川普的让美国再伟大竞选团队 跟全国委员会合并 拿下共和党 改变这一切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